哈囉大家好 今天呢我們要來接受Gab的 Comfortable Together自在我們的演技大考驗 那我們的題目就是抽一個情緒 搭配一個情境 聽起來比較像是友情大考驗 希望我們玩完這個遊戲之後還會出朋友 一定可以的 那我們來看看第一題 同學會當天初戀情人相遇 擁抱 嗨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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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得蠻帥的喔 你怎麼編那麼高 因為有鞋墊啦 鏡頭很變 見初戀情人啊 穿像這樣子的牛仔搭配其實還蠻適合的 因為可以很休閒但是卻不會太可以 然後像我今天穿的 我覺得顏色做一個搭配 簡單的搭配就很好 好這樣你隨時就長那麼帥 對 第二題呢我們的題目是 第一次見面的網友 自在的感覺 為什麼 火爆 阿華 黑白 襯衫 牛仔褲 煞氣 靜靜 很煞氣吧 我其實蠻喜歡這一件淺色丹寧外套 因為我覺得會讓人有種很親切的感覺 沒有距離感 那我呢 我覺得 你別有心機 因為你看你這個黑白的格子 然後配上這件牛仔褲 我覺得 是一個看似很簡單的搭配 但是可以穿出你的個性 很直帥 直來直往 有種帥氣的感覺 第三題的題目是 便利超商遇到明星 柔軟的感覺 870塊 喔 你是那個 演返校的對不對 我超喜歡他女主角的耶 我覺得他女主角長得很漂亮耶 明星耶 可以柔軟的抱一下嗎 我沒有看過明星 我真的在 等一下 喔 哇 等一下 等一下 抱一下 你好親密喔 那男主角呢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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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女主角真的蠻漂亮的啦 但抱一下 抱一下 喔 好融合的感覺喔 好像常常看你這樣穿出門 因為這個不管是在家裡 或者是在外面穿起來都非常的舒服 有時候可能追劇追到一半啊 發現自己沒有零食的時候 就這樣穿下去樓下 然後買零食吃 希望可以遇到明星 像我這件帽梯 它是刷毛的 穿起來非常舒服 碳素軟膜系列 100分 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算是我還蠻新鮮的經驗 不管是布章 還是碳素軟膜系列的衣服 非常的舒服自在 因為其實之前在美國的時候 幾乎同學之間每一個人 都一定會有一件 GAP的像這樣子的帽梯 然後我就覺得有點 回縮到當時有點青春的回憶的感覺 而是跟好朋友一起體驗舒服的衣服是什麼樣子 設計他們這個專屬的布章 還有電袖 這個就是我的臉 就覺得能夠在自己的衣服上面 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圖案在上面 其實是還蠻特別的 這一個布章 它是代表我自己的姓名 以及這個13號 13號是我從小到大 你的幸運號 對 所以我就把它列入我的幸運號 9月30號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這是我的第二部電影作品 希望你們看的會喜歡 目前呢 就是在拍攝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的影機版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